这是疯狂的迷恋 我作为放弃爱的人脸 多谢永远触及你的誓言 李大妈买彩片的钱你拿一半 她能同意吗 这我们俩之前说好的 这中了奖一人一半 再说了 我这是随机要好的 我要是不说 这李大妈也不知道 那这个钱你拿 你就心爱李德 这咱不是厚道吗 那是中了奖一人一半 我没沾人家的光 阿姨啊 您在哪 胖子 又怎么来了 那个 我妈说让我过来找您拿个平具 拿个平具 是 我们俩是应该有个平具 来 怎么写 那个我都已经写好了 你看你看 是不是这样 要是这样的话 您就在这上面签个字 就写这了啊 好了 我跟你妈这就算两清了 清 这个清不能吧 你平白无故拿走我妈四十万 这事怎么能清呢 这之前跟你妈说好的 今天又有凭证了 你 你这什么意思 是 我妈留着这字句有用啊 怕到时候法院人家要是问她 她好能证明这彩片就是她种的呀 什么 你妈呢 我 我妈身体不舒服 让我过来 那个 我先走了阿姨 不舒服 怎么个意思 这昨儿还千万谢呢 睡了一宿就变惯了 那是我妈想明白了 我妈买的彩票 你凭什么分级一半 你走开 这是我跟你妈的事 你再掺和什么 走开 走开 老姐姐 你看你这个人 随机选号 是我帮你选的吧 我要是不跟你说 你不是不知道吗 你本来要不知道呢 这钱就应该全是我的 我这念着咱街里街坊的几十年的关系 你说咱俩好的跟一个人一样的 我就说这中了奖的 咱就一人一半 这也是你之前说好的 对不对 你怎么就让胖子给我要字句呢 这事做得可不地道 我是说过一人一半的话 可那是邻居吧 咱老街坊的 这客气话 你怎么就把那客气话当福气 这这这这什么叫客气话了 阿姨啊 你不好好想想 这彩票明明是我妈买的 你分去一半 我告诉你 看在你跟我妈关系不错的份上 你把那钱赶紧还给我妈 要不然咱法院见 法院见也是你的意思 行 有本事你们去告我 这几十年的关系 我算是看清了 挺好 挺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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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那钱赶紧 怎么脸子是这么不好看 累了 怎么 怎么还哭着呢 怎么了 你说这长大妈怎么这样 他让我还他四十万块钱 他 他让我反悔 他让那白胖子 让我还写个字句 写什么字句啊 证明的彩票是他买的 那肯定是 他儿子和他老伴 吃的了不同意 也是 无工不受禄 你就是帮人买卖 才不要人中奖的 你以为真的人能分你一半啊 那这昨天晚上还千万谢呢 这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 这什么人呢这是 那咱账上还有多少钱啊 两万 两万多吧 这实在不行 就让双样的周转周转 要再不行的话 咱只有能把那房子给退了 把钱还给人家 这什么呀 这什么 今天这菜也够素的了啊 怎么了妈 那刚回来的时候 那啥子睛眼睛呢 爸 我们今天去你见他人看了 我觉得新家那地也还是铺地板就好 到底有个孩子磕了碰了什么都没事 你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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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妈 没事 没事 我们改天再聊吧 妈黄金有点不舒服 眼睛肿肿的 没事 我们回房间聊那个 宝宝的房间贴什么样的位置 行行行 我们先弄一下 你们先吃啊 一会儿我们过来吃啊 董事过来啊 这话不能随便说 你看 自从我说给他们买房 这小青成天多高兴 你看他跟双炉现在多好啊 出来进去老拉个手高高兴兴的 这现在要说把房退了 这小青肯定特别失望 特别难过 要不 咱们还是找双样想一办法吧 不行了 我必须得去找李大妈她儿子 我必须跟她把话说清了 她根本就是在骗您啊 说有什么用啊 自己在人手里呢 人家既然动了心子了 就不会轻易松手 这太坏了 一二 你能不能先借给妈了点钱 让妈周转周转 妈 我账户上 现在也只有一万块钱 就算我给你的也根本就不够啊 做怪我前段时间代理的什么东西 花了我好多好多钱 我信用卡每个月 还要扣不少钱呢 妈 对不起 我太没用了 你怎么缺钱啊 我一点忙都帮不上 那实在不行 要不然先把双龙的房子给退了行吗 我跟你妈说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先退房 双龙跟小劲都准备装修呢 你现在让我怎么站在开那个口呢 真是张车平本来就看不起我 我要再把房子退了 她更看不起我了 妈 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这么好面子 您要是不退 您就等着吃官司吧 再说了 那四十万本来就不是你的 本来就是要还给他们家的 你要是不还的话 那街坊邻居嚼舌根 您不是更没面子吗 您就听我和双样的吧 先把房子退了 现在还要面子有什么用啊 妈 你也别多想了 双龙肯定会理解你的 你赶紧 赶紧给那房主打个电话 赶快跟他商量一下 妈 别再考虑了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 来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关机 她怎么关机了 她们家人 该不会这么快就移民加拿大了吧 不过要我说呀 她们肯定不同意把这房子给退了 没准到最后 咱们还是得卖 而且得以相对便宜的价格卖 要不 没法出手呀 那可不行 你看这房价现在蹭蹭的往上涨 咱们卖个高价也不能借卖呀 这不是着急用钱吗 妈妈 你怎么想不明白呢 人家就卸咱们三天 三天之内不把钱还人一段法院 告咱们 你说你妈这事办 你就会埋怨 就会埋怨 我要不是急着给孩子买房 我能办这糊涂事吗 你办这么大事也不可以说样 我们商量商量 你就下一次做主张 行动在前脑袋在后 现在出事呢 还不得我们 我靠你什么了 我靠你什么了 别 我不靠你 我靠我自己 让他们去杠 大不了我去坐牢 别吵了 吵能解决问题吗 你有本事去借四十万来 没那本事 你还在这下降或什么 就你有本事 现在当务之劫 要赶紧先把这套房子挂到网上 我要看看网上什么行情 我二位 你们这房子真不错 不错啊 这地 这这这这这 规格 这这南北的通透 必须通透 再加上我们这专业的团队 给你们一设计 绝没问题 我回给你们设计 别忘了那个地中海田人风 我说的那几个重点 你可千万记着别忘了 太多人了 专业的 交给你了 专业的 挺好的呀 哎 我说 哥们 你们这 什么意思 不是 啊 你们是装卫公司的是吧 我跟你说不用了 不用了 我们已经请了设计师了 对对对不用了 谢谢你们啊 这块给你你放心啊 第一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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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回吧大家 对对对 你们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是我的房子 我们来装修来了 什么你们的房子 开工吗 待会儿 开什么玩笑 这是我们买下来的房子 你们的房子 这房子要是你们的 要是怎么在我这儿呀 嗯 这 你 你们什么时候买的房子 你们什么时候买的呀 你打电话吗 怎么回事啊 喂 妈 您过来一下 你这儿好像 出了点状况 嗯 差点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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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是我们买的房子 你们随随便来 怎么进来照项吧 妈 怎么可能被骗了 那个信钱的房主 把房子卖了两次 怎么可能呢 我刚给信钱的打电话 信钱的已经停机了 他什么时候跟你们签的合同啊 上周三的上午签的合同 他跟你签合同 然后再跟我签合同 这不可能有这种事 那现在这个房子怎么办啊 那现在这个房子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啊 房子是我们的 当然按我们的说了算了 麻烦您让一下啊 赶紧的看什么面 把他抢火敲了按摩 都没动啊 都没动啊 先别动先 别动 别抢啊 别抢啊 我们付了一百五十万的 你付了一百五十万 我还付了六十万呢 我们付的全款 我们先签的合同 您说这房子谁的 你有合同我也有合同啊 有合同 我应该我带白滑了 我跟你说我们不要砸墙 现在您让开 待会儿碰到你 慢着慢着慢着 我 acept 她怎么了这是 真是乖妈 都乖妈 我不知道那个人 把他的房子已经卖了 反过头又卖给我 这也是想图个便宜 省两个钱 我看能力人穿得还可以 说话也挺客气 谁知道是个骗子呢 骗子都能看出来 那还叫骗子吧 是是是 行行行 妈 那要不 你先去派出所报案吧 这我一个人定了就行了 谢谢你啊 鹏主任 今天幸亏是你值班 要不然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 跑副产科来 我应该找谁 张医生 咱们还客气什么 今天呢 都会送得及时 一会儿处置完了之后 可以先送病房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好 谢谢你 那你忙去吧 我先走了 你忙你的吧 妈 那小静是不是没事的 你快去给他办入院手续吧 快去 去 等等 没多大事吧 你说呢 没关系的啊 现在宝宝在你的洋水里头 它挺安全的 不会有事的啊 我摔了这么一跤 我现在还打着点滴 肯定对宝宝不好啊 现在主任给你提的就是安泰用的药 你放心好了 不会有问题的 搞不明白了 不是说今天是去什么 看房子还是设计装修去了 说摔就摔了 怎么了 这是 你干嘛 你这是在医院 别闹 我一定要找那家人说了清楚 他全款我还六十万呢 凭什么房子说没有就没有了呀 我姐跟我妈现在已经去报警了 这房子是两家人的事 那他乐意装修去先让他装 最后这房子只不定胖见谁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买二手房为什么不找中间呢 我妈就是想绕过中间 省掉用于中间费 那我就不明白了 他六十万块钱他就啃出 省那些中间费干什么 他现在不知道社会上的人多复杂 鱼轮混杂的 再说他不想一想 那是陈希的房子 一万块钱一个平方米 他还真以为卖房子的人是傻瓜呀 现在倒好 我接个电话 啊 哦 好好好 好好好 我明白我马上就下来 妈还在当班呢 啊 你好好听话 就在这儿说点夜 我回头再来看他 好 你去忙啊 你去忙啊 嗯 好 爸爸 阿琪 都是妈妈不好 现在极其猛的鼻子没有了 家里秋剑也到不了了 阳光也认不进来 宝贝 你干嘛呀 能不能乐观点 船到桥头自然值 车到圣前必有路 大不了咱们把钱要回来 我再给你买个别的房子 不难过了 好不好 乖吗 乖 乖吗 妈 妈 妈 你怎么了 妈 你没事吧 怎么了 你哪儿不舒服 妈 你别吓死我呀 你别吓死我呀 确实没事啊 你快去看个小镜吧 那 那妈 那让双眼陪着你 我去看个小镜了 快去你快去 妈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了 妈 就跟你一下 没事 干嘛去到派出所去 怎么回事 你快跟我说说呀 叶儿啊 那房主啊 她一房两脉 她把妈骗了 一房两脉 怎么会这样呢 走吧 我告诉你们去报警了 干嘛呢 你怎么还跟没事的人一样了 要不是你跟小镜在家瞎作 妈也不至于这么着急买房 也不至于被别人骗 真是的 等起来不舒服 快报警吧 快走吧 等等等等 喂 请律师啊 行 这是太急了 你要坐牢你告我一声 不 谁啊这是 李他妈又在催钱了 不 李他妈催什么钱呢 一二 妈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埋着双龙 怎么回事 到底什么情况啊 来 胖子 你在家呢吗 双龙哥 我跟我妈在我老舅家呢 没在家是吧 好 好 谁啊 没事吃饱了 真 你不是没在家吗 没在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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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着 你不是在你舅家吗 不是 那双龙哥 我那个 你 瞧你吱吱吱吱的 要不抽 不是你 你别乱来啊 你乱来我报警了 打扭的嫌脏了我的手 不是我听说 你要请律师告我妈姐是吧 什么时候告我 李他妈 您回来了 累了吧累了吧 快快快快 快坐会儿快坐会儿 累了吗您 我们家胖 要是有你这么机灵就好了 这孩子真可忍疼的 是吗 李他妈 我可不怎么觉得 我觉着您就不疼我 我怎么不疼你了 你小时候可没少吃我买的糖葫芦 臭小子 您的良心让狗吃了 我觉得这个年头吧 就是见利妄逸啊 见亲眼开 良心被狗吃了的人那可多了 都不止我一个 您说是不是啊 哎 干嘛呀您 聊会儿啊 我知道你今天是干什么来的 我也不想解释 这是你妈写的声明 你自己看看 妈你真是的 万一她抢走了怎么办 你就让双龙看看 她不是对我有意见吗 你让她看看 不是我怕她给撕了 双龙哥 我念你听不就行了吗 念啊大声念 特此证明 自有李立娟受李春兰之托 购买题材三十一选期 第一百 第一二零九七七 随机号一组 中奖获一百万人民币 奖金除去各项税款之后 共计八十万元人民币 现李立娟已经拿走其中一半奖金 所得共计四十万人民币 特此证明 你看 你给我看一下 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这彩票是我妈买的 另外中奖八十万 你妈拿走了四十万 我妈买的彩票 你妈怎么能拿我妈的钱呢 这钱你必须得还 警察同志 我们的钱还追得回来吗 不好说 我们要查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已经出境了 那就赶快追啊 你要追不回来 我们的钱也打水漂了 嗯 这样吧大妈 你先回家歇着等我们通知 好吗 谁还能歇着下呢 快一点要快啊 好 那今天先这样吧 好吗 妈 你也别太难过 那边还有希望呢 好吗 妈 快坐 小姐 你还好吧 我刚陪我妈去洋菜区所 警察总之后 警察说 警察说 现在查查那人是否已经移民了 还让我们先回家等消息 那个钱能不能追回来 还要再看看 饿了吧 来 这边的卖包间是变了变了 怎么样 警告 买房屋的时候 那个人就跟我说 他移民加拿大 一个礼拜之前打过电话 手机关机了 那这么说 这笔钱是要不回来了 为什么呀 逮着他了 为什么还追不回来啊 就是啊 那我那六十万都打水漂啊 可不嘛 娟子 我怎么说你呢 我现在把女儿都嫁到你们家去了 我还在乎你们家有没有房子 再说六十万 六十万对于我们这代人说起来 那是一辈子的辛苦钱 都是从牙缝缝里省出来的呀 唐总 等您会嘴 好 你呀 妈 别急别急 也不是没希望了啊 你千万别胡思乱想 没事的 没事 咱们就等等警察的消息呗 没事 妈 我刚从李大妈家回来 你怎么给人打了一条啊 人现在拿这个条 我给你打官司要告你啊 什么条啊 妈 妈 不 怎么了你了 不 这怎么了 我进去 怎么回事 我们家买房子的六十万 里面有四十万是我们邻居李大妈家的 待会儿 咱们上周买的房子今天房子没了 咱妈还欠别人四十万 那四十万是她帮人家买彩票中的钱 那咱妈随机选的号号就自己的呀 为什么分给别人啊 这是她帮别人买的 但是两个人说好了 如果中奖的话 两个人一半 现在更好 人家烦咬一口还设了个局 让我妈写个条 证明这个彩票是李大妈家的 现在就拿着这个条要告我妈 这事咱妈还另一个字据了 可不是吗 这家人太影响了 怪不得我上回去李大妈家 还说要告咱们呢 你告你 你让快告 咱妈自己选个彩票 中奖拿钱合情合理 都什么时候了 人家都跟她没心没肺了 她还跟人套心套肺呢 太坏了 我先去看她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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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吧 妈 我刚才咨询了一个律师朋友 妈 我刚才咨询了一个律师朋友 现在关键是因为您写了那个声明 如果打起棺材了肯定会输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挺难的 一凡 一凡 你到前面给我停一下 你先带雁回去 把雁回去歇着 我下去溜达溜达 好 妈 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吧 不用 你们先回去吧 那你早点回来 你小心点啊 你小心点啊 都没得 Soft 好 谁吃什么 你 ben 不让我收拾 我回号儿跟你钱啊 装了奖一 lol 啊 好 李大妈中了一百万 我帮她选的号 我帮她垫钱买的 如果我们中了大价 一人一半 爸 爸 小静怎么样 没事了 你放心吧 你妈呢 我妈在半道下了车 说要去那帮市场溜达溜达 房子事我知道了 钱都追回来 旋 咱那个 账户留着多少钱 只有五万 赶紧去出来 给你帮忙 那也不够啊 能帮一点试一点了 你能不能 先去跟你妈借点啊 好啊 有点回去就问问她 还是算了吧 你妈那么看不上我妈 肯定不会借的 都这个时候了 当然能帮 赶紧是帮的了 我真没用 我真没用 家里出这么大的事 我一点忙也帮不上 爸 我来帮你一块儿弄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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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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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